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明天 9月17号的主题 就是谁能日进金斗 难道你是普通人 你就该死吗 这个title可能 非常的惊人 但是呢其实这也是我这两个礼拜来的 一直给自己提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在Line Today上面的 这个李勒才知道的节目连续 两个礼拜跟大家聊聊说 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增加自己的 付业收入然后就是提早退休 结果我发觉网络上反弹的声量 非常的高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说我已经失去了本心 就是我再也不是小资助 我再也不是跟大家站在同一阵线的人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呢我们9月17号的直播 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负能量会客室 就是我很想要用 真诚的态度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也邀请了一个这个 我们的来宾 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线上聊聊说 到底一般人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 还是说我可以做到 虽然说我是一般人出来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一样 尽管我再怎么努力鼓励大家 大家还是没有办法成为第二个宝可梦 难道除了你不能够成为宝可梦之外 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当我们面对生老病死 或者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面对退休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医疗 比如说我们老了 但是我们没有为自己多准备一点钱 或者我们在面对亲人骤然逝世 最近这段时间真的很多的艺人跟这个事故发生 那如果你没有多准备一笔预备金的话 如何面对这些突然而来的这些骤变 你没有钱的话 那当然是更可怜啦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都必须要去理解这个状况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生活真的不简单 不管怎样都不简单 那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再多准备一点东西能够去抗衡 但未来不可抗拒的因素来的时候 到底我们还能够怎么做 不管是亲人的生好病死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老年的医疗的保险 或者是我们要成家立业了 我们有家庭 我们有小孩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迈向 我们真正理想要的退休的生活 如果说我们每个月的薪水 一进来之后 小孩子的补习费 然后教养费 安清班费用 全部都要送出去了 那你真的有钱可以存吗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心生不平的这一点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会觉得宝可梦没有成家立业 我没有买房子的需求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财务自由 跟这个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再为了钱的事情烦恼 这件事情 我可以做得很理所当然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到 那有没有其他的解套的方案 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是适合一般普通大众的人可以做的 那我当然还是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能够拿到这样的成就 当然是因为我牺牲了你们所在享受的东西 对我没有我自己的假日生活 我甚至只要坐在电脑前面 我就是一天到晚在工作 我几乎都没有休息 那我换到的是什么 我换到也许是我的名亲 或者是说我的第二专长 那我在网路上的名声 我可以把它换成金钱 但是事实上我失去的是什么 我失去了成家立业的可能 我甚至失去了跟家人团聚的时间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觉得 这是我人生幸福很重要的一个根源 那我当然我作为这样子的牺牲之后 到底是不值得当然是婴儿而已 有些人就觉得说我现在就随于而安 我也不想要赚多少钱 我也不想要在几年之内疯狂退休 我可以慢慢的拉长 20年30年之后慢慢退休 那我这段时间就是 好好的过我的日子 这样子也没有不好啊 所以我们会在9月17号的 负能量会客室来跟大家聊 这一系列的话题 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 如果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不可能像宝可梦一样 我们不能日进京的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做的 那在我们做未来长远的人生规划里面 有没有哪些环节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包括我们的保险 包括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生活的意外支出 这些紧急预备金相关的东西 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所谓的规划 那我们就是会在明天晚上 9月17号晚上呢 8点半到9点半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的直播 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收获 我是宝可梦 我们明天晚上见